台九线武赫山三明段又传出货物从卡车上掉落 阻碍交通事故 49岁的流姓货车驾驶带着整车的感冒糖浆药品 从高雄准备运载到花莲 在行津盖路段时 疑似货物未固定牢固 全部掉落在地面影响南北道的车流 而警方与公路养护单位也花了将近三个小时才排除路障 台九线武赫山三明段这一个弯道 从货车上掉落的货瓶指向站去大半个车道 巷子内装的玻璃药罐也破了一大半 药水通通洒满地 货报道成了远景是赶紧实施浇管 让过往车辆小心避开着危险的路障 中午12点左右 49岁的流行货车驾驶 载着满车的药品从高雄出发准备载送到花莲 不料在新津事故路段 于是车上的货物没固定绑好 车辆过弯离行力牵引下 全都掉落在地影响南北车流 虽然并未有人员伤亡 不过警方与公路养护单位也花了将近三个小时 才顺利排除恢复正常交通 在本日12点20分左右 在台九线264.5公里处 一部大路车所装在一支感冒糖浆 因为固定牢固而掉落于地面 造成交通阻塞 本日于接货发案后立即前往执行交通疏导 并通报路权机关协助清理 那本案本分局一会以违反 由于台九线五鹤山多处道路蜿蜒 也经常发生大货车载运货物掉落阻碍交通的事件 运离警方也在一次呼吁驾驶 装载货物时上路前应该再三确认货物是否牢固 如掉落地面 严重者可能伤其他人 将负担相关行政、刑事或民事责任 记者是预览预理阵采访报道